欢迎回来发达港长时间 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副经理 直要辉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这一节先和大家看看 港股半日抛空情况 看到半日抛空情况 主板成交有257亿多 抛空钩有20亿多 当中浪人股建行占最多 有1.488万 占总额方面超过7% 占股份成交接近1.8% 排第二位是财富基金 抛空钩有1.1400万 占总额超过半成 占股份成交接近4.4% 排第三位是指数基金 就是A50 有8805万的抛空钩 占总额方面超过4% 占股份成交接近2.8% 今日来说浪人股建行占最多 浪人股走势是如何? 见到建行近期的抛空数字 持续在首三位的位置 对,而且整体上浪人股走势 其实这段时间也不算差 你看到建行 今天来说似乎 今天比较差 因为高开完之后 又不断下跌低位 但问问其他银行股 你看到近2-3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说都有一个 建底回升的迹象 例如建行为例 如果在图表上 建行很明显 有一个上升通道 股价方面 其实形势上是不差的 这个位置是不差的 但问题是 其实这些位置 5.5这些位置 今天曾经去过5-4条領的位置 都逼近之前这些阻力位的水平 而且始终 当然浪人股在整个痕资里面 或者这个板块本身 都可以说是形势上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有些资金 在之前的时间追落后 其实是不出奇的 而且大家都预计 在第四季度本身 我们都可能会有些放水 减息或者各种情况出现 所以都是有利益板块的表现 但始终就是那句 你说这个板块是否很乐观呢 没错的 如果走势上去 它们是落后 所以如果要追落后 甚至乎 你如果恒指要推高上去的话 这个板块都可以说 一定要出来的 但问题是 如果进入基本面去看的话 第一 第三个业绩应该很快会公布 大概10月 大概10月打后的时间会公布 大家都会比较关注 始终就是在第三个位置的时间 他们的正式测试收贷的情况 以及一些不良提款的情况 会否出现急增的趋势 这是大家会留意的地方 第二就是 其实大家都开始比较关注 就是浪人股本身 是否要增加一些资本 所以之前多一些消息港路 就是说可能有机会要减排息 这是一个变数 所以即使浪人股在近日的表现上 似乎走势有些转强的意味 但问题是这个板块 始终都是有些比较多的 不明朗镜上存在住 所以即使你说反弹的话 我觉得反弹的势头 似乎相对来计算 可能是有些局限 反而如果要这个板块 看得比较好一点 我反而觉得内险股 都是比较相对落后的板块 内险股反而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见到巴克来方面 上个礼拜五 都出了份报告 唱好建行的 他就说最近和建行的管理层 会面之后得出以下重点 包括七、八月份正式差持续扩 管理层预计第四季的正式差稳定 以及建行计划扩张海外业务 但不太可能在易发展国家 好战欧洲尋采并救的机会 最近获批基建项目 需要有待明年中才可以获得融资 整体预言 管理层已定下的指引 较该行预期更正面 所以比目标价6.08 与大市同步的评级 现价5.39 其实刚才说到追落后 第四季来说追得过 也会见到内险股 相对来说内险股更优性 但稳健之中 是不是耐人股 就较内险股比较优性 当然如果你说好市 刚刚各别大行 说到第三季度的正式差 是持续扩阔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 掃除大家的疑虑 但是事实是细点 这个大家要再观察 因为真的等它 公布完出来之后 大家要详细去观察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不排除大家对估值上 可能有机会调升 这个不出奇 但是问题是 大家会关注这件事 就是不量贷款的问题 因为始终你说在期来的时间 例如地方债 不量贷款这方面的问题 都是纏着这个劳人股的表现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而至于健康 本身你说在过去上星期的时间 就是教育前的时间 都传逐过健康有意 在一些可爱与拼购 但是照这份报告所说 就是说可能是收割一些欧洲的地方 可能那个作家未必吸引 还有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就见到或者 一谈響雨 可能在一些叫做发展中的国家 可能有一些这些行动都不出奇 但是问题是 如果有这些动作的话 似乎是一个长线的发展 短期对它的帮助 都真的不是那么大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 如果就这样计算 报告所说的内容 我觉得你说 对股价 纯粹有个追落后的概念 但是你说去不去6元这些位置 都要视乎 就是究竟公司 刚刚报告说到 就是说 那个正式差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 仍然都可以扩阔的话 意味着这个非罪证减息对他们的影响 又不是那么大 所以如果假设 如他们报告所说的话 上一路找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不难的 但是问题都是要 我觉得到怎么也好 都是最好先留意 就是看他们那份第三个度的业绩 审视完之后 再作考虑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和大家看看浪人股的最新表现 就见到建行来说 现在升量仙价去到5.4 工行中行无升跌 农行升量仙 交行升1仙 招行升2毫 信行升7仙 文行无升跌 重兴农商升2仙 另外和大家看完浪人股 刚才都提到 半日抛空数字来说 排第一位就是建行 排第二位就是盈富基金 第三位就是A50中国基金 两个都是和大市息息相关 盈富基金就和港股 A50中国基金就和内地股市 似乎大家两者之中 都不太看好两地股市的表现 但是中观第三位来说 恒指就升超过7% 内地就灌着全球 跑输了 所有环球股市表现 怎样看第四季 又或者怎样看投资者 今次的做法和表现 很明显 现在内地都没事 这么快沽住A50 好像都如是 可能A股 可能回来都不一样 但是只不过 都说真的 我自己认为 定了个日子开会的话 大家会安心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之前比较多全文 都关于内地 很多的 比较负面一点的消息 所以日子定了的话 对市场的气氛上 是有改善的 但是你说 譬如说二八二三先 你会见到 譬如说现在的沽空 还会这么大呢 或者大家都赌一样东西 赌一样东西 赌一段时间 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出台 正体上 黄金周 似乎大家都对于 一些销售的大环境 似乎都不是看得那么乐观 比较审慎 所以如果你说 假设内地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出台的话 都不排除可能A股走势 可能回来之后 可能都做得比较一样的 都不排除 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 而令到沽空量稍微增加 但是怎样都好 你说A股第三季表现 都没有第三季 其实年初至今 那个表现都可以说 都令大家相当失望 但是你说第三季 第四季 有没有可能反底 都真的要几视乎 究竟在开完会之后 究竟有没有一些政策扶持 当然你说第四季度 假设有些因素扶持 都不排除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不要忘记 因为第四季度本身 我印象中 很多公司 都是有一些禁售期完结 所以可能有些比较大的 减时还会出现 而且始终是国策 看回内地方面 有没有一些措施 还有些扶持 可以看回这些 但内地股市的气氛 始终还是比较淡薄 所以即使有这些政策 股市能否反底 甚至反败为升 变得正数 都真的比较难 但较除这个因素 A股 我相信长线看 都还是会不错 但问题 港股方面 刚刚都分析过 第四季度本身 都是看得比较乐观 还有今天来的股票比较大 都没有程度上 可能大家对于大市 冲破21000点这个位置 似乎都有些保留 所以便是股票比较大 都可以理解 好 谢谢Stanley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Stanley 刚才说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 都没有持有 好 谢谢 稍后回来就是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传电邮帮我们 看到恒指方面 现在升17点 到20857点 期指跌42点 低水25点 国企指数暂时升2点 到9833点 成交额方面 现在有278亿多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再见